好,接下來光致老師要繼續 你上次還沒講嗎? 上次我們已經講過的就是說 這個Fx在哪些連續整齒之間有十根 那正根的方法 就,你看要求F0、F1、F2 一直到F多少 然後它有變號了 F0就是這裡 就除了x0的,除了x-0的儀式 那F1就是除了x-0的儀式 我們用中文書法 那正的正的沒有變號 正的負的有變號 正的負的有變號 表示呢 1跟2之間有根 有十根 然後負的跟負的沒有 負的跟正的 3跟4之間也有幾根 好,那你 那你只除了最高100 還是多少 1,000 1,2,3,4,1,9 這要什麼時候要停啊 什麼時候要停 好,我們說啊 做到你這個係數都一樣 同樣是正的或者同樣是負的 我們就停 所有係數同號的底 所有係數 這是正根的部分 正根做到所有係數同號 可以等啊 意思就是說 後面比他大的 不會再變號了 那不會再變號 你就沒有辦法用看根定理啊 有沒有跟 不知道 但是至少你不用看根定理來做 所以用看根定理這樣去想的話 後面做了沒有用 那當然就不用做了 好,那為什麼呢 我們就要用說 為什麼這後面 下去就 不會再變號了 正六十八以後不會變號嗎 好 來,你看喔 我們找到一個A 這個A是比4還大的話 比4還大 注意看喔 你這個 一樣的掉下來 然後你就乘上這個A 那這個A呢 等一下 我們應該先把剛才這個 都是正的這個先寫上去 就是 就1 又4 1 4 然後得到3 4 3 4 又是12 然後加起來是14 再乘4 是 56 加起來剛好又是8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你現在是用A的時候 A比4還大 再讓後面比4還大的話 那 1 在這裡上來是A 那 A比4還大 這兩個加起來已經3了 那如果你是加一個比4還大的 那就會比這個3還要大一點 可以嗎 好 就是它最後下來的數更比3還要大 然後再來 你這個3 再乘以這個A 這個比3還大再乘以A 乘起來 又是3A 3A 那3A呢 因為3乘4是等於12 12還要大 那其實這個是比3還要大 這個還要大 這個還要大 這個比3還大 這個比4大 那這個乘起來當然比12 這個12大 所以這個加起來一定會比這個數還要更大 那同樣到底 這個再乘起來 又跟剛才一樣 又是 又是 這個比3還大 這比A還大 乘起來一定比這個12還大 所以加起來就會比這個14還要大 那這個乘起來 又變成14A 那14A的話 這個其實是比14還要大 這個A是比4還大 14乘以4就是56了 那比4還大比14還大 那乘起來當然比56還大 所以這個 底下這個一定會比56還要大 那比56還大 這兩個加起來是68 那我再加起來一定會比這個68還要大 那比68還要大的話 就是只會越來越大而已啊 就不會再變 好 這樣了解嗎 它的符號都會跟這個 全部都會一模一樣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 會跟它 如果你這個原版是正的 那 你這個乘起來 只會正的越多 那加起來就正的更多 那再乘起來又正的更多 又加起來又正的更多 再乘起來又正的更多 再加起來又正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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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又正的更多 所以它不會再變 好 那會一開始就減的 那你就乘起來會減的 加起來會負了很多 但 就會越負越多 越負越多 一樣 如果是負的 那就最後會負的更多 所以 做到所有的數字跟 係數跟同號的時候 往下只會越來越放大 它不會再變號 不會再變號 所以正的更呢 就做到所有係數跟同號去 所以這裡已經 後面已經沒有 不會再變號了 所以就找到這裡了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負根 做負根 負根的話 一樣 做一下 把這個抄起來 這個我常常擦掉一下 好 用中0 開始負1 負2 負3 那0的地方一樣 你看這個 是4s0 就是xs0 就是xs0 這一行就是那個14 14就xs0 所以 用負1的時候 這個1掉下來 乘起來是負1 所以 這一行 是0正沒有 沒有 對 然後這加起來是負2 再乘起來是正2 再加起來是負7 再乘起來是正7 再加起來是正9 再乘起來是負9 再加起來是負9 再加起來是正3 好 所以 負1帶進去是正3 0帶進去是正12 有沒有變號 沒有 沒有 就繼續做 負2 負2的話 把這個 擦掉 這只是計算過程 所以 這裡就要用負2 這樣做 1 這裡負2 那就負2 加起來負3 乘起來正6 加起來負3 乘起來正6 加起來正8 乘起來負16 加起來負4 欸 有啦 這邊 正3負4 所以負1 負2間 會有個十根 好 那接著這個再擦掉 再來繼續做 負3 負3的話 1 對負3 再乘起來負4 再乘起來正12 再乘起來 二次加起來正3 再乘起來負9 加起來-7 乘起來 21 加起來 33 好 那這裡又變到 負4 跟33 那我是這裡又有一個根 這個根是負2 那負3 直接又有一個根 好 那負數呢 做到什麼蛇頂呢 負數做到正負相間頂 負根的話 負根 就做到所有係數呢 正負相間 就是正再來負 正再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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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負 正負 這個就是啊 正負正負 正負 正 所以這個就是正負相間 所以做到這邊就等 就可以等 聽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不會再變號了 那為什麼不會再變號呢 同樣道理 等一下可以講解給同學聽 好 所以這個題目的答案 我先寫一下 因為四個根 其實已經找到了 這裡各有一個根 那已經四個 當然就沒有了 那一方面這裡 這裡的正負相間也是等的 後面也不會有了 好 所以最後答呢 答 在哪些連續的處之間有根呢 當然就是 一二啊 三四啊 在 好 可以這樣寫 一對點二括號 三對點四括號 這個就表示在一跟二 這個之間 然後這個呢 負一負二要注意 這裡很容易寫錯 你如果寫這樣就錯了 你知道會怎麼錯嗎 這種區間 這是表示區間 他把小的要寫在左邊 這是小的 那負一跟負二誰比較寫 負二 所以你寫這樣是錯了喔 要寫負二負一 好 然後再負二負三 負三負二 好 先 有 均有十個 這樣可以嗎 這個 好 那我們要解釋為什麼這個 後面會 越來越放大 它不會變成那個 好 那我們一樣呢 在這邊點到一個貝達 那貝達現在是小於0的 小於0的數 那比它 要負更多 負更多就是小的負三 貝達這個負三還好小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乘起來會怎樣 一乘以貝達 那這個應該是貝達 那貝達比負三還好小 這兩個加起來是負四 那再加一個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 實際上這值要比負四還要更小 好 那更小再乘以貝達 更小的是它負的更多 負的比較多 更小的意思就是負的比較多 這個是負的嘛 所以它是負的比較多 負的比較多再乘以一個 貝達 乘起來負負會得正 那數字的部分就是 這個 比負四 比四乘以貝達 還要數字更大 因為它負的更多 比這個四還要多 再乘以貝達 那貝達本身就大 比這個三的數字還要多 因為它比較小 負的更多才會比較小 所以 數字比三還要多 這個比四還要多 兩個乘起來當然比十二還要多 那符號方面是正的 所以這個符號的部分是正的 那就 數字的部分 是 就這裡本身有負四乘以貝達 然後負的為正 變成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會比正十二還要多 那比正十二還多 加上去 就這個數字 正的更多 剛才是負的更多 現在是正的更多 正的更多再乘以貝達 貝達是負的 乘以正的 那就負的更多 會比原來這個負的更多 就是三貝達 他比三還要大 比三貝達還要大 比 這個 正的 正的成是貝達 因為貝達是負的 所以這整個值是負的 然後這個 這個比三還要多 所以三乘三九 比九還要多 但是它是負的 所以比這個負九還要小 還要負的更多 負的更多 負的更多就是比較小 再加起來就會更小 這個 更小的意思就是負的更多 然後這個 這個又繼續乘起來 又是一樣 負負其實會變成正 負的七可以這樣 然後負的這裡負的 其實會變正 那這個數字又比二十一還要大 因為負的比數字比三大 這個又乘起來比二十一大 但是比正的二十一大 比正的二十一大 那加起來 大概會比這個數字更大 更大就正的更多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邊呢 就會也是一樣 正負正負正負 然後都是越來越放大 越來越放大 最後呢 當然就不會變好 因為你是 越來越放大 正的也放大 負的也放大 因為它就不會變好 不會變好 就會當然就是 不能用坑根 所以就 後面再做有沒有用 沒有問題 好這樣看看有沒有定 好